可以说台北市长柯文哲最近对打房打出了想法 因为呢他先是提出了第二户不能贷款 现在又要逼出台北市8%的空屋要来抑制房价 不过呢这个贷款一缩 今天呢被财政部长张慎和打脸了 强调这样会冲击金融业 那么许多的银行大佬也纷纷跳出来炮红 第二栋房不给贷款行不行 台北市长柯文哲要当打房总司令 财长张慎和先打脸 不动产业的贷款比重很大 如果第二副就不能贷的话 那整个金融业的放款会紧缩 不宜啦 层数都降低了嘛 那一下子都把层数降到脸 这个是比较极端 而且可行性可能还不高啦 中央不赏脸银行端也跳脚 可批现在转向空屋政策 那个账单的话恐怕会吓一跳 因为对于那些空屋 恐怕房屋税会增加很多 像美和市这种捷运连开宅 可比打算释出千户 来逼出台北市6.6万户的空屋 来抑制房价 包括新店美和市台北桥头站 港前站和楼三四站 年后北市府将释出1000多户空屋 出租或是标售由市长决定 不是两位市长 年纪买房子是你要支付能力吗 连开宅本意是只租不卖 当社会住宅而非投资性需求 找连开宅开刀无法抑制炒作 打不到有钱人反而让买小屋 换大屋的自住小资族挫雷蛋 看新加坡政策 第二户贷款从2010年七成到2013年 减到三到五成 是逐年递减才合理 慢性并不要把他当做急诊 北市打房从屯房税公办都更 到公共住宅都一一出笼 抑制房价有没有赶 就看柯P怎么开刀 东森 财经宣派全程文杰台北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